马上到经浙节气了,经浙又称二月节,今年的经浙在三月五日,久久刚好过完,经浙是二十四节节中的第三个节气。 经浙的意思是,在这个时节,春雷是名,精醒浙浮于地下的月冬浙虫。 俗话说,经浙闻雷米斯尼,春飞有雨并人兮,雷打经浙前,四十五日不见天。 意思是,在经浙当天,若有雷动,便是奉收之年,若在经浙之前,若有雷动,便是欠收之年。 如果经浙前就出现了打雷的情况,那么随后的日子就容易阴雨连绵,连日不觉,雨水甚至能持续一两个月。 也有的地方是这样说的,未到经浙雷先鸣,必有四十五天音,意思是没到经浙就出现了春雷, 那么接下来就容易阴雨连绵,时间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,甚至能持续一个半月。 而经浙闻雷米斯尼,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,经浙当天若能听到春雷,粮食必然会大丰收,自然就不值钱了。 这些老话也透露着经济的尝试,可见古人的风俗其实也隐含着深刻的道理。 春分有雨并人兮,意思是如果在春分节气如果出现了降雨, 那么干燥的空气就会得到滋润,得病的人自然就少了。 经浙古城起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,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。 所谓二月节万物出户镇镇卫雷,古月经浙,是浙虫经而走出野。 动物入冬藏浮土中,不饮不食为之,农历二月春雷始发。 整个宇宙就像天地初开一般,地下的昆虫也渐次苏醒。 历经寒冬的产变,复苏在昂然生气的春天。 经浙节气是否有春雷出现,对天气的影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。 经浙节气前后如果一直没有春雷出现的话, 那么整个春季就会出现干旱的春季,对农作物的生长是十分不利的。 俗话说春雨贵如油,由于近几年受大环境的影响, 北方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干旱的春季。 干旱少雨,地农作物的生长也是十分不利的。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收看,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